我们说这个成语现在人都乱改变 但是有的时候有点意思 也不能说什么都否定 但是尽量我们往正好的方向去引导 这样才有意 所以说现在成语但是还是很少 就没有成语 什么不明觉厉 什么什么 我们就当一乐 也很有趣味 但是说古代的就是总结的这些 就是好像在从此再无成语 自唐宋以后再无好诗好词 古人把所有的这种精神的境界 全都发挥完了 智慧 这个文字 这些学问全都做完了 那我们就说这个文字 自这个五四季以来 那个时候古文 白话 然后繁体字简体化 这个思想 就是西化 那之前那还好 一段时间还是保持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是吧 就像中一西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找不到根了 忘了根了 忘了本 因为根在下面的看不到 那树根呢 它就只能看到直根一样 感觉很漂亮 实际上你没有这个 它就是空的 就是花瓶 尤其中国人 我们当然要尊重本地的 而且我们这个这么大 不大精神 是吧 这个文字简体化之后 你看 这个 车运无车 有一个运气 没有车 就是空的 没有没法走 运不通 然后场空空 有没有人 就是你说机械话 什么什么也好 它就 你感觉好像是不那么实在 缺点 亲人的亲 一个亲 一个见 亲不见 亲人不能见面 是不是现在社会是 见性 爱 过去中间有个心 现在反体去掉 没有 爱无心 很多很多 心脏 过去脏 脏腑的脏 它是要藏的 内脏 它是要保护好 要藏 现在也不管你藏不藏 它就心 怎么了 它脏了 可不可怕 比如说就是一个字 字它也是有能量 我打个个人的比方 那个时候我学这个 叔叔 也就是测字嘛 刚学很好奇 等一个人 不知道几点来 心里不安 然后就是闭眼 你想了一个面子 这个面 古文那是有个脉吧 面无脉 就也不实了嘛 就没有脉的面 就空心 不实在 那粮食那都是 是吗 转机音是什么 那那时候我测 这个字也测出来 几点 10 面怎么写 10点40 中间一个2 10点41 电梯门响 进门 哎 42 所以说你把这个脉 削掉之后 它张响能准 对吧 现在很多人测试不懂 他就认为现在的 什么什么 一定要按奴隶的 就是杨历的什么 这个这个梅花艺术 外鹰的这些 他搞不懂 这就自然的到 你已经到简体了 所以说他就 我莫名其妙的 什么叫玄学 他就 这个他就有用 就对 你就搞不懂 他其实就是 万物以太极 随着这个任何时候的 时空的变化 这是一变 你都在用 那是大的制度 然后那小的 也是随着的 就没有改变 变化 再用 这一变化